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18年9月11日,再来更新一期《闲感赴美生子》。 今天呢,想讲一个题外话,关于海外资产配置的。 那去美国生孩子的美宝家庭,或者有这个计划的家庭呢, 其实对于海外的一个资产配置都是相当有兴趣的, 在跟他们的沟通当中呢,也时不时的会讲到这么一个话题。 那罗宾大叔呢,今天就想以一个局外人,或者以一个非专业人士的试点, 来盘点一下海外资产配置的一些方向和一些做法。 当然了,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海外资产配置啊, 不光是指把钱转到海外,或者说在海外买房, 是更加广义的这么一个概念,那听下去你就会了解了。 那首先第一点呢,当然就是在海外买房了。 因为中国人买房的这个意愿是相当强的,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以前这个海南岛开发的比较好的时候呢, 去海南买房,去海南这个越东, 也是非常多的东三省的老人的一个选择。 那买房的首推就是在美国买房了, 但是美国买房呢, 你首先要确定一点这个地方的房产税, 税率是多少, 因为美国购买房产持有它是有房产税的, 而且这个税点呢还颇为不低, 有的高的甚至要一点几, 甚至二点几这样的税率, 那几十年呢就是一套房子的价格就被收出去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确定好它的税率, 房产税的税率是多少, 以及其他的持有成本, 包括物业费啊, 包括你如果是别墅的话, 这个打理草坪啊, 打理这个前后院子, 可能需要付出什么样的成本, 要确定好, 那你这个房子是准备自住啊, 还是出租收租呢, 那你这个还要关心一下当地的这个房屋租赁市场, 它的租金是否足够能够cover你的持有成本, 如果租金比那个房产税高不了多少,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除非你就是单纯的只是想买一个房子, 度假的时候用来住, 或者以后有可能在美国定居, 或者移民的时候可以去住, 那这个就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那日本买房也是一个选择啊, 当然日本买房的和美国又有一些不同, 日本虽然也是有这个固定资产的持有税的, 或者持有费的, 但是呢它这个费用非常非常的低,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呢, 在日本买房是没有这个持有成本的, 但是日本有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二手房买卖的税率非常非常的高, 记得应该是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几吧, 反正就是非常高的, 取决于你持有房产的年限, 所以说呢这个在日本买房基本比较好的一个用途呢, 就是用来收租, 收取这个长期的收益, 如果你想要希望它在短期内升值, 然后再抛出赚取当中的差价的话呢, 日本买房可能并不适合你, 因为它当中的这个二手房税率实在是太高太高了, 那除此以外呢, 还有可以去东南亚国家买房, 比如说像菲律宾啊,越南啊, 泰国啊, 最近似乎都非常的火, 尤其是泰国听说非常多的这个人士去泰国买房, 然后他们也会把自己的小孩送到泰国去读国际学校, 这方面都是很火的, 那菲律宾买房呢, 就是有一位另外一位喜马拉雅的大咖叫小科乐, 上海小科乐, 他讲的这个菲律宾买房的话题比较多, 大家可以一步去他的节目去听一听啊, 那罗宾本人呢, 对于东南亚买房并不是特别熟悉, 那就不再展开了, 那除了买房以外呢, 第二个话题当然就是开立海外账户了, 因为大多数国家而言呢, 你在海外开账户的话, 需要你有在当地, 也就是在外国当地的一个居住的证明, 包括你的水电账单啊, 或者你的租房合同啊, 或者你的房屋持有的这个证明啊,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要有一个固定的居所, 固定的这个居住的, 居住权, 长期身份你才能开账户, 这一点呢, 在东亚国家, 包括日本, 韩国, 新加坡这些地方都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一般来说是不大可能, 那在美国和香港呢, 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宽松一些, 那富美生子的家庭呢, 一般到美国都会去开一个银行账户啊, 一般是BOA啊, 或者这个CITIC啊, 中, CITIC就是那个花旗啊, 然后还有其他的, 或者一些小的银行, 像那个, Wales Fargo啊, 应该是叫富国银行, 就反正是那种比较, 网点比较多的银行开一个账户, 那这个账户呢, 个人建议你在回到中国以后, 不要把它关掉或者注销掉, 那以后可能还会有用的, 就可能过几年以后, 你想要在海外开账户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后悔了, 当初把那个美国的账号给关闭, 注销掉了, 那另外一个地点呢, 就是香港, 香港以前是非常方便的, 几年以前去香港开账户呢, 基本还是很方便的, 就是到随意找一家银行, 比如说像花旗啊, 或者香港当地的汇丰啊, 这些银行, 然后去那个存一笔钱, 然后就可以给你开一个账户了, 但是随着这个香港这边的政策, 也越来越收紧, 现在去开账户呢, 当然也是能够开, 但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门槛, 包括要你存入足够的钱, 好像有的银行是要存50万港币以上, 有的银行呢, 要求你买一份这个理财保险, 当然你如果本身就有去香港买保险的需求, 那正好了, 就一举两得, 既买了保险又开了账户, 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出呢, 就是你要在海外开账户, 你也是要趁早为好, 就所有事不管什么事情, 包括买房也好, 开海外账户也好, 都是趁早为好, 那罗宾个人推荐的就是美国和香港这两个地方, 他们一般是对于你在本地的居住是没有特别的要求的, OK, 那接下来一个呢, 海外资产配置呢, 就是海外的保险, 养老保险, 储蓄类保险, 这个是都可以的, 或者都有可能的, 因为保险呢, 实际上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储蓄项目, 特别是储蓄类保险, 一般是交五年的这个保费, 然后以后长期可以定期的从中拿出来一些教育基金啊, 或者自己的养老费用啊, 这样的, 是一个比较有比较长期锁定期的一个储蓄项目, 我们比较熟悉的也就是美国和香港啊, 在现在在网上这样的资源也非常的多, 包括美国的这个保险经济, 香港的保险经济都有很多的资源, 但是有一个问题, 去海外买保险呢, 你一定要本人去那边, 你不能远程购买, 所以说呢, 飞到美国或者飞到香港一趟还是比较必要的啊, 那就个人看来呢, 如果你现阶段经济不是特别的紧, 现金流还算是宽裕的话呢, 建议可以去买一份这样的保险, 就等于做一个主动的一个储蓄, 等到将来呢, 可以拿出来为我所用啊, 就不论是养老也好, 给子女做教育基金也好, 都可以用, 而且呢, 海外保险它的投资的币种呢, 一般是以美元为主, 美国当然是美元啊, 香港也基本是以美元为主, 也有以港币投资的, 人民币投资的这个保险种类也有, 但是非常非常少, 那个人觉得呢, 以美元作为计价, 以及投资币种的话呢, 是比较合理或者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吧, 因为美元毕竟作为国际上的主流货币, 也是国际上主流的结算货币, 还是比较有这个老大哥的这么一个作用的啊, OK,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海外投资股票, 那也是包括美国和香港为主啊, 那一般来说在香港开一个保险账户呢, 你就可以投资世界各地的, 当然包括香港, 新加坡日本美国他们的股市的股票呢, 都可以投资了, 那如果直接一点呢, 还可以直接去美国进行开一个股票账户进行投资, 当然怎么开账户稍微有一点麻烦, 但是还是可以远程做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咨询罗宾, 当然是要收费的哈, 因为这些知识都是属于一些干货, 虽然你在网上可以自己查得到, 但是你要花一定的时间去搜寻, 并且筛选有用的信息, 罗宾觉得呢, 这些知识还是值钱的, 那如果当然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和知识呢, 当然自己也可以搜啊, 这个是没有关系, 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那为什么要提到海外的股票呢, 首先呢, 我们国内的这个股票, 大家也都知道啊, 就近阶段还是处于熊市投资的潜力不大, 那海外的股票呢, 还有一些优质的我们的中国公司的股票项目, 包括像阿里巴巴, 这个他在国内是没有上市啊, 只有在美国上市了, 他的从他的这个IPO到现在的股价呢, 基本是翻了一个倍啊, 那虽然相对于A股来说, 大起大落这算不了什么, 那作为稳健性投资呢, 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投资的, 那那个腾讯呢, 就更加不用说了, 就涨了这个一两百倍这样的股票, 虽然近阶段跌了非常多, 但是如果早期买入的话, 这个价值投资啊, 还是收益非常非常大的, 那还有像美国的像亚马逊啊, 从他的IPO到他的现在的市值, 他现在市值已经是超过了一万亿美元, 就成为继苹果之后, 第二个达到一万亿美元市值以上的一个公司, 那两年以前呢, 他的股价是七百美元, 那现在已经是两千美元了, 两年涨了三倍, 也是非常厉害了, 那从他的IPO到现在价格, 基本上已经涨了好几百倍了, 那也是非常让人这个惊讶啊, 这个股票翻番的程度, 不光是我们国内A股有这么多的, 这个投资收益啊, 在美股上面, 你只要找对了方向, 其实他的收益也是很高的, 好, 那说完了这些传统的海外资产配置呢, 再来说一下这个广义上的, 那罗宾个人认为呢, 保有一张绿卡, 或保有一个海外的长期签证, 或者永居签证,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海外资产配置的一个选择, 这是当然从广义上来讲, 因为你配置了海外资产, 你如果在海外不能长期的居留, 或者居住, 或者定居的话呢, 那实际上这部分的投资价值就是大打折扣的, 那绿卡或者永居他的选择那就非常多了, 那有钱呢可以选择美加奥新, 希腊, 马尔塔这些买房或者投资的一些移民项目, 那如果钱比较少的话呢, 可以考虑像瓦努阿图啊, 那个钢比亚啊, 或者这个几内亚, 就那个叫什么非洲, 非洲的那个什么国家, 就一个小国, 就类似这种加勒比海国家, 或者南太平洋国家的一些绿卡, 因为它虽然国家小, 毕竟绿卡是实实在在的, 你可以去上面永居, 租多久都没人管, 而且呢当地的物价也不是太高啊, 这里讲的是加勒比海地区, 中南美地区, 以及南太平洋地区这些岛国, 或者小国, 他们虽然这个投资, 所需的资金没那么高, 那你可以比比较低廉的价格, 获取一个永居的资格, 但是它永居的权利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这是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罗宾只是给你们一个思路而已, 那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就是子女的教育, 也可以把它广义地称为海外资产配置, 当然这里说的子女教育是指国际学校, 或者在海外读书的这么一个教育啊, 包括前面也提到过的, 在泰国读国际学校, 最近也是非常火, 因为它泰国的国际学校师资力量也比较强, 而且学费相对于国内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好像一年也就几万人民币左右吧, 那等于是一个非常价廉物美的国际教育的一个获得方式, 那包括像罗宾代理的这个瓦努阿图国家的这个国际学校, 它在当地首都维拉港也有一个国际学校, 应该是就是叫维拉港国际学校, 它也是以英语教学的, 提供这个国际课程, 以澳大利亚的这个课程为主的, 那它的学费好像也是比较便宜, 一年也就四五万人民币左右, 所以说呢, 如果是有机会或者有能力的话, 把子女送到国外去, 如果是当然有钱的话, 去那个发达国家, 比如说美国啊,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英国进行一个这个学习, 留学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那如果是钱不是太宽裕的话, 那可以考虑去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 或者物价没有那么高的国家, 去读国际学校, 那也有一个相对百分之八九十, 能够满足你要求的这么一个选择, 好了, 那今天这个, 这期话题讲的还比较啰嗦, 就是关于, 对于富美生子家庭, 富家生子家庭, 或者有志于将来移民的家庭, 或者希望能够配置一部分海外资产的家庭, 进行一个小科普, 或者一个小小的思路总结啊, 当然罗宾不是业内人士, 只是作为一个门外汉, 只是作为一个对此有兴趣的一个播主, 来进行的一个罗列, 那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兴趣, 也欢迎来联系罗宾, 我们来互相探讨, 当然了, 如果对于海外资产配置, 或者富美生子, 富家生子, 或者瓦努阿图移民有兴趣的小伙伴, 也可以来联系罗宾, 罗宾的微信号是82747970, 82747970, 当然以上的这些咨询辅导, 以及以上的这些签证代办, 保险代办, 以及移民代办, 都是要收费的, OK, 那今天的这一期的闲看富美生子,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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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